日本公司商船三井遭上海海市法院扣押货船的案件 据报日方在23号支付了40亿日元的赔偿 并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 期望尽快赎回被扣的货船 以免影响业务 三井当天向上海海市法院支付了40亿日元 也就是折合2亿4千万人民币的赔偿 当中29亿日元为法院判定支付原告中国公司的赔偿金 其余的11亿日元为利息 报道称三井是与日本政府商议后做出了赔偿的决定 扣押事件源于1988年 两家中国公司分别向上海海市法院就租船合约欠款 以及侵权赔偿纠纷 入屏起诉三井 案件在2010年做终审判决 但三井一直未有履行赔偿 法院终于在19号下令扣押三井旗下的货船 错误力经理认真 扣押三井旗下的印象